品种特性稳定 出肉率高 商品性好 这些都是新极富罗飞鱼的品种优势 而且它生长速度快 人工养殖能够达到一年收获两次 新极富罗飞鱼一年两造养殖技术 农广天地稍后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作为人工选育的优良品种 新极富罗飞鱼的多重优势 让它在水产养殖业越来越受欢迎 尤其是生长速度快 商品鱼养殖半年 即可达到600到800克 符合上市标准 这样一来 每年就可以多收获一茬 新极富罗飞鱼 双倍的产量 这养殖效益肯定是相当可观 说到新极富罗飞鱼 就不得不提起上海海洋大学的李斯发教授 从1996年开始 在他的带领下 由上海海洋大学牵头 联合广东罗飞鱼两种场 青岛罗飞鱼两种场 在极富品系罗飞鱼的基础上 一体精好 生长速度快 抗病性强 出入率高等指标 作为选育的方向 经过了长达九代的群体选育 才得到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新品种 新极富罗飞鱼 新极富罗飞鱼为广延性鱼类 适应的延度范围为零至千分之十五 它处于暖水性鱼类 水温的变化影响它的摄氏和生长速度 适应生长的水温范围为15至33摄氏度 水温超过38摄氏度或低于12摄氏度 新极富罗飞鱼就不能存活了 PH值要求在6至8.5之间 氨氮含量小于每升水1.5毫克为最好 氏液溶氧量为每升水3毫克以上 新极富罗飞鱼对水温的要求 决定了适应一年两造养殖的区域 在我国南方的广东 广西 福建 海南和云南这几个省区 可以进行养殖 在我国率先进行新极富罗飞鱼的苗种繁殖 和实现一年两造养殖的 是广东罗飞鱼两种场 两种场地处广东省广州市的西南部 占地面积600亩 在1996年 这里就是新极富罗飞鱼的选育场地 2006年开始进行新品种的繁育和养殖工作 2010年开始进行新极富罗飞鱼的一年两造养殖 俗话说 五强子壮 一年两造养殖新极富罗飞鱼 也要保证轻鱼的科学培育 负责轻鱼培育的高级工程师 陈归虫给我们介绍起来 他告诉我们 新极富罗飞鱼繁殖周期长 每年的3到10月份 是新极富罗飞鱼的繁殖期 为一年两造养殖而繁殖鱼苗的轻鱼 要安排在秋季繁殖 8月份选择4月0 体型好 规格整齐 体重达到400克左右 新鲜发育成熟的新极富罗飞鱼作为轻鱼 选择好的轻鱼 要放在室外池塘里 准备繁殖 这条是熊鱼 体色的比较鲜艳 那现在就再看看它的绳殖孔 还有那个用手轻轻挤一下它这个绳殖器这边 看看有没有那个金叶流出来 乳白色的它就成熟了 成熟的熊鱼还要给它们配对 配对的雌鱼挑选标准是什么呢 成熟比较好的那个雌鱼 还比较柔软 有软的雌鱼 清鱼池选择一般的土池塘就可以了 在放养清鱼之前 对清鱼池进行清糖消毒 在经过晒糖后 注入清洁无污染的水源 注水深度在1.5到2米 陈师傅告诉我们 在放养前还要监测一下水质 水质合格各项指标在新吉弗罗飞鱼的 适宜范围之内就可以放养清鱼了 放养的密度不宜过大 一般每亩水面放养1000微左右 磁胸比为1比1 清鱼下糖后 接下来进行繁殖前的投喂和管理 给清鱼投喂罗飞鱼配合饲料 粗蛋白含量在32%左右 一般每天投喂两次 上午9点下午4点各投喂一次 日投喂量占于体重的2%即可 培育清鱼不宜让它们吃得过饱 一般保证清鱼吃到七八成饱就可以了 如果吃得过饱 会造成清鱼脂肪积累过多 不利于繁殖 且容易发电 除了投喂还要定时寻糖 观察清鱼的活动情况 适时开关增养设施 适时监测水质 对鱼糖进行换水 都是日常管理中必不可少的 新吉弗罗飞鱼繁殖能力强 不仅体现在它们与生俱来的 遗传性能上 还表现在对环境因素要求不高 只要水温达到标准就可以产卵 广东罗飞鱼两种场 利用新吉弗罗飞鱼自然繁殖的习性 让它在池塘中自然产卵 产卵时间集中在每天的傍晚到凌晨 新吉弗罗飞鱼产卵时 雄鱼先在池塘底部打一个洞 作为产卵巢 卵巢的大小能容纳雄鱼和雌鱼小夫妻俩就够了 雄鱼在洞口摆动尾巴引诱雌来交配 彼此钟情的雄鱼和雌鱼就会紧密地靠拢在一起 交配时它们扭动身体 雄鱼排精 雌鱼排卵 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受精 变成瘦精卵 交配完成后 雄鱼先走了 雌鱼把瘦精卵吸进嘴里含住 再离开产卵巢 雌鱼在池塘里把嘴里的瘦精卵孵化成鱼苗 陈师傅说 体重在400克左右的雌鱼 一般每次克产卵800粒 多次产卵 每年的产卵总数大概在2200至3000粒 雌鱼在孵化期间不进食 但雄鱼和不孵化的雌鱼正常设食 因此投胃时要适当减少投胃量 以免浪费 在轻鱼繁殖季节 要注意补充薪水 一般每半个月补充一次 如果需要换水 要格外注意防陶 池塘水位保持在1到1.5米的深度 除此之外 就是加强熏糖 捕捞鱼花了 受精卵在雌鱼口里 经过一周的时间 鱼苗就孵化出来了 刚孵化出来的新极富罗飞鱼 被称为鱼花 它们一般集中浮游在 靠近池塘边缘的水体上层 鱼花个体小 生命力较弱 对环境的要求比较严格 养殖户需要将它们转移到 方便控制水温和溶氧的室内水泥池 进行精心培育 用八十目的筛卷网进行打捞 捕捞和运送鱼花的速度要快 以免缺氧影响成活 在繁殖季节 捕捞鱼花一般每天两次 上午下午各一次 鱼苗在室内水泥池培育 水泥池高度在一米左右 注水深度在八十厘米高 保持这样的水深进行流水培育 进水排水的流速不宜过大 流水的沿度在零至千分之十五之内 PH值要求在七至八之间 氨氮含量小于每升水 零点八毫克就可以了 水温控制在二十八摄氏度左右 培育池还要设置增温设施 增氧设施 准备二十四小时增氧 融氧量保持每升水融氧 三毫克以上 根据水泥池的大小 确定放养鱼花的数量 一般每立方米水体 放养鱼花一万位 进行高密度培育 新吉弗罗飞鱼由鱼花长到体长两到三厘米 为鱼苗培育器 放苗后的第一天不用投喂饲料 第二天开始 适当投喂一些适口的粉状饲料 饲料的粗蛋白含量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每天投喂的饲料是鱼体重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即可 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投喂一次 鱼苗培育期间 除了投喂之外 还要每天寻持观察它们的生长设施情况 定期对水质进行监测 水温的控制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指标 根据监测结果 适时开闭加温设施 经过十八天左右的时间 鱼花就可以长成鱼苗了 鱼苗长到了二至三厘米 就可以转移到室外池塘养殖了 或是销售到各地的养殖场或农户手中 广东罗飞鱼两种场 也是当地新吉父罗飞鱼一年两造养殖的示范基地 负责人叶卫告诉我们 秋季对第一造养殖的鱼苗进行标粗 什么是标粗呢 叶卫给我们解释说 标粗就是把小规格的鱼苗培育成大规格的鱼种 秋冬季标粗不仅提高了养殖的成活率 也缩短了养殖周期 我们从九月份开始第一造鱼种的标粗 那么过完冬以后呢 大概在三月中下旬 作为第一造放养的鱼种 该怎样标粗呢 负责基地养殖工作的高级工程师 梁德进师傅告诉我们说 鱼苗标粗 他们实验过三种方式 第一就是在市内水泥棋里标粗 第二就是在汽塘的网箱标粗 第三就是集结到鱼苗那里标粗 三种标粗方式各有利弊 哪种方式最好呢 一般都是采用第三种方法 集结下鱼苗来标粗 鱼苗标粗呢 几个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就一个就是切底清塘 不要留有杂役 其他地下生物这个 还有那个水质调节好 控制好水质这两方面 还有就头料一项管理稍微注意点 这个就比较简单点 根据要标粗鱼苗的数量 选择大小合适的鱼塘 经过清塘 消毒 晒糖后 注入新鲜的水源 水深在1至1.5米即可 梁师傅还说 在标粗前要进行试水 将少量的鱼苗 放进固定好的筛圈网里 进行试水 经过24小时后 查看鱼苗的存活情况 如果试水的鱼苗 正常存活 就可以放苗了 放养鱼苗的规格在2至3厘米 鱼苗下糖以后 每天投喂适口饲料 粗蛋白含量在40%左右 日投喂量 占于体重的8%至10% 上午下午 个头喂一次即可 标粗期间定期寻糖 每周对水质进行一次监测 测量池塘内水体的溶氧 PH值 氨氮含量等指标 各项指标保持在 新吉附罗飞鱼的适宜范围内 根据测量结果 决定是否换水 或是开币增养设施 到了每年的11月份 天气逐渐冷下来 这时候为了保证 标粗的鱼苗顺利过冬 业尾它们会用什么办法呢 标粗到11月份的时候 大概规格达到7到8公分 大概就是10克左右 然后就要覆盖树料大棚过冬 进入11月份 当水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 养殖户就得搭建塑料大棚了 这是为了让池水温度 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 以保证标粗的鱼苗顺利过冬 那么月冬期间 在管理上有哪些方面 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盖大棚可以将池塘水温提高5至8摄氏度 这期间要减少饲料投喂量 每天投喂一次即可 日投喂量为余体重的2%至3% 直到第二年2月份 当自然水温上升到15摄氏度以上 就可以拆除饲料大棚 恢复正常投喂 在这期间 由于新吉附罗飞鱼活动很少 一般不需要换水 每两到三天开一次增养设施即可 每次增养一小时 那么过完冬以后呢 就是它还 大概在三月中下旬 基本可以达到50克 整个作为第一家放养的一种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进行新吉附罗飞鱼的第一造商品鱼养殖了 将雕粗的鱼种捕捞起来后 选择品种纯正 规格整齐 无病无伤 体重达到50克的鱼种 准备放养 放养秒种前 选择大小适当的吃糖 并清糖消毒 注水1.5到2米深 放养密度为每亩水面2000至3000位 在放养新吉附罗飞鱼的同时 可以适时放养其他品种的鱼类 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 如花莲 白莲 鲫鱼等 花莲白莲一般是每亩放30位 鲫鱼一般是每亩50位 放养的数量根据品种的不同适当调整 新吉附罗飞鱼下糖后 养到7月份成为商品鱼 养之期为5个月 日常管理中 首要的工作就是科学投胃 叶卫告诉我们说 要做到既省工又省料 投胃时就要做到 饲料定制 投胃定量 定时 定位 这私定原则 饲料要选用粗蛋白含量在28%左右的人工配合饲料 投胃时候 根据新吉附罗飞鱼的生长情况 逐渐增加投胃量 在鱼体重100克以前 日投胃量为鱼体重的3%到5% 在鱼体重达到100克以后 日投胃量为鱼体重的2%到3% 不宜让它们吃得过饱 每天分两次投胃 上下午各一次 投胃时在同一地点 方便它们养成吃食习惯 有效设食 每天养殖人员要定时寻糖 每周进行一次水质监测 只要水体的溶氧 PH值 安淡在适应范围内就可以 定期换水 一般10到15天更换一次 每次换水 占池塘内总水体的 1分之1至1分之1之间 根据天气情况和鱼的活动情况 开闭增养设施 保证水中有足够的溶氧 到了7月上旬 新吉弗洛飞鱼个体达到500至600克 这时候第一造养殖的商品鱼就可以捕捞上市了 捕捞商品鱼一般用拉网的方式 每亩鱼塘平均可以起捕1500千克 收益很可观的 在正常的密度下面 6个月就是能够养到800克 如果你的上市的规格不要去800克 不要去5600克 那就是5个月就可以了 所以它完全可以养两次 就是一能养两兆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新吉弗洛飞鱼的第二造养殖 第二造养殖的鱼苗是每年4月份繁殖孵化的 鱼苗在室内培育 培育条件和管理方法与第一造没有区别 当鱼苗长到2到3厘米的规格 就可以进行飙粗了 在第一造商品鱼养殖过程中 用空闲的鱼塘对春季鱼苗进行飙粗 为第二造养成商品鱼做好准备 第二造养殖鱼苗的飙粗 与第一造鱼苗飙粗 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因为不需要跃动 在时间上只飙粗两个月就可以了 5月份开始进行 同样在室外池塘标粗 选择大小合适的鱼塘 做好准备 注水深度1至1.5米 经过试水和水质监测 就可以放鱼苗了 放养鱼苗的规格 也是选择体长2至3厘米的 第二造鱼苗的标粗 由于气温高 鱼苗生长旺盛 活动量相对较大 放养密度要比第一造养殖标粗的密度小一些 一般每亩放养18万位 同样 投胃粗蛋白含量在40%左右的配合饲料 日投胃量为鱼体重的8%至10% 上下午各投胃一次 第二造标粗的鱼苗生长旺盛 投胃一般要根据水温和鱼苗的生长情况 投胃量适当增加 由于夏季标粗气温较高 与第一造标粗相比 要适当增加水质监测的频率 一般每周两次 根据监测结果 对水质进行调节 因为气温较高 防止鱼苗缺氧 每天上午下午各增氧一次 每次一小时左右 除此之外 换水次数和换水量适当增加 一般每10天左右换水一次 每次换水占池塘内 总水体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间 第二造鱼苗标粗 相对越冬鱼苗标粗容易管理些 7月份的时候 它的规格也可以达到50克 那么等第一造收完以后的话 就可以放用第二造 将鱼种捕捞出糖 就可以开始第二造商品鱼的养殖了 用第一造商品鱼养殖的池塘 经过清糖等方式处理后 加水深度在1.5至2米 放养品种纯正 规格整齐 无病无伤 规格达到50克的鱼苗 由于气温高 鱼的活动量大 放养密度适当减小 每亩水面放养2000至2500尾 同样放养些白莲 鲫鱼等鱼种 以调节水质 在饲料投喂方面 第二造养殖同样遵循 四定原则进行投喂 同样选用粗蛋白含量 在28%左右的人工配合饲料 在鱼体重100克以前 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3%至5% 在鱼体重达到100克以后 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2%至3% 上下5克一次 但第二造养殖水温相对较高 新吉弗罗飞鱼设施旺盛 要随时观察鱼的生长情况 要适当增加投喂量 但不能吃得过饱 第二造养殖的天气热 水温高 要格外注意水质的调节 一般每周进行两次水质监测 根据溶氧 PH值 氨氮等指标的监测结果 进行水质调节 换水间隔时间在7天左右 每次换水占池塘内 总水体的1%至1%之间 从7月中旬鱼种下糖开始 两至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到了11月底 商品鱼长到600克左右的标准 就可以第二次捕捞上市了 第二造养殖的商品鱼 互产量也达到了1500千克 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 在我国市仪养殖 新吉弗罗飞鱼的南方省份 采用一年两造养殖模式的农户 越来越多了 好的品种再加上高效的养殖方式 让许多养殖户从中得到了实惠 而且还实现了养殖水体的充分利用 也推动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好了 今天农导天理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取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